燕明 快上来吧 三十分钟马上就到了 好 快 把这些沙袋搬去那边 加固缺口 你们两个 多倒点油 防止怪物爬上来 是 太好了 围墙的缺口全都堵上了 这下基地暂时安全了 很好 没有了缺口 那些怪物很快就会撤退 那就好 燕明 你可以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吧 伤亡人数统计出来了吗 统计出来了 昨夜参战人数五百人 阵亡三百五十人 其余人或多或少 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 一定要将他们治好 现在能战斗的人员非常重要 千万不能再损失了 燕哥 你当时可是答应他们 每人一瓶激化药水的 这事怎么解决啊 基地楼顶的二级轮盘里 有一张一星药剂的配方 只要能拿到配方 药水就不是问题了 可我们 没有那么多高级魔精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会再去一趟南区 收集二级魔精 你替我召集一些人手 负责协助我 永远和怪物战斗吗 放心 他们只是善后 不用战斗 那好说 你老大 等着药剂的可都是你的人 你难道不出一分力吗 让我处理可以 但金大厨的仓库里 有一件强力武器 能不能进来拥有 没问题 轻胖子这家伙 居然把宝贝 都锁在金库里了 这可怎么办 还好 不是太复杂的锁 给我几个小时 我有办法打开 用不着那么麻烦 对付这种东西 只需几秒 走吧 参观金库的机会 末日前可没有 让我看看 这里面都有什么好东西 雷姐 这是什么 应该是顶级祖母率吧 顶级祖母率 这么大一块 应该能值不少钱吧 看品项 至少值两百万 那我们岂不正要发财了 吃祸 现在是末世 谁还要这玩意 叶大哥 咱们来这儿 到底是找什么 一把枪 咱们不是每人都有手枪吗 这是给李老大用的 好长的枪匣 看卫星 应该是狙击枪 我去啊 这东西可是好货啊 能保存得如此完整 金大厨肯定花了心思吧 要不然 也不会让李老大 惦记这么久 小虎 你把这枪给李老大送去 然后到南区城墙集合 啊 叶哥 那你呢 我再去找个强力的帮手回来 哎 刘哥 基地里的进化者 不都被咱们收编了吗 叶哥还能去哪找帮手 不知道 我是觉得 叶哥厉害得有点过头了 而且 很多事情都未卜先知 哎 你们难道就一点没感觉 我不在乎 从屈辱的工厂出来那一刻 我就已经想好了 只要叶明开口 哪怕是让我去死 我也绝不犹豫 叶大哥也许真的有些事 没告诉我们 但一定有他的道理 啊 可我还是忍不住好奇啊 小虎 你要记住 在这种乱世 好奇有事就意味着怀疑 你可千万不要做傻事 没错 我 我知道了 这里的怪物遗骸还还真不少啊 随便挑两只就够了 大哥 求求你了 放过我吧 放过你 你肆意摧残路边的那个女人时 怎么没想着放过她 我错了 我 我愿意跟你当牛做马 你真的愿意 当然 您让我干什么都行 好 那你就变成我的傀儡了 救 救命 这里面竟然还有活人 求求你 救 救我 我不想死 我不甘心 我要报仇 我要报仇 我